早安各位网友,又是我们移民英国生活资讯 今天我们带大家去看看其他的城镇 我们在放假的时候去了爱丁堡北边 接下来我们会去,你会看到旁边有个牌写着 其实我们现在第一个介绍的就是Stirling Stirling这个城镇,我想对于想着来英国读书的学生 一定不会觉得Stirling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因为University of Stirling都出名 而Stirling这个城镇,你不要看它很小 它其实以前是苏格兰的,即现在也是 苏格兰如果未跟大英帝国合併之前 其实它是属于六大城镇的其中一个 但是你会看到它虽然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城市 但是它竟然它人口只有四万多人 爱丁堡是有四十多万人,香港是有接近七百万人 所以你看这个城镇是属于一个 虽然是一个很少人口的城镇 但是它也是很重要的 在中古时期它是属于一个 苏格兰皇帝的一个你可以说是首都 所以它有很多的文化和历史气息 会在这个城镇看到 你会看到很熟悉的就是 你会看到那些楼、石墙、所有东西都很像爱丁堡 因为Stirling这个政府 其实它们都有很多保育的工作 现在你看到我们左边 你看到有些发展的房子 在这里其实如果你在高的位置看下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Stirling的屋 你没有什么看到有些很新式的 譬如商业大厦或者新的建筑物 我相信和政府刻意去保育都有关系 Stirling这里我们虽然大概大半天 我们都在这里碰到一些香港人 有些人可能他们认识我们 都会和我们打招呼 对于港人来说 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来说落脚的点 我们现在去紧一个桥 其实就不是什么很出名的旅游景点 或者很多人 只是因为我们都喜欢一些历史 所以都去那里看看 因为这个战争是苏格兰独立的第一场战争 所以对于英国历史或者苏格兰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桥的位置 它是有两边的 现在我们在去的那里 是纯粹可以行走的那边的桥 那里你会看到连地下的石头都过了百多年历史 大家会看到有一个很出名的战争 叫Battle of Sterling Beach 就在这个桥里发生 如果你有看一些战争片 有时可能都会说到这场战争 桥旁边你都会看到有民居的 很有趣的 你在这里走来走去 你会看到很多小屋在旁边 好像守着桥 有时来到这些位置 你会感觉好像去了那个年代 那对面你看到 他们就被车走的 对面那条桥 没有这条保护得那么好 那桥下面呢 是一条河来的 其实是很清澈的那些水 那有人问我了 经过艾丁堡都有很多运河 就是很多可以给药木舟去 那有些人问我 我可不可以在那里钓鱼呢 我就是顺带在这里说 不行 这里如果你要钓鱼呢 第一要拿牌 要申请 那还有呢 是有规定在某一个距离 离开它保育的地方 离开多少米 即以米计算的 多少米以外 你才可以开始钓鱼 那好像在我们爱丁堡那样呢 有些位置 其实已经是 咸淡水交界的位置 才可以钓鱼 甚至你是要租船 出去海那里才可以钓鱼 那还有我问过呢 这里有些喜欢钓鱼的朋友 他说是要有牌照的 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弄个鱼缸 就在这些位置钓鱼 不过我想下面应该 应该有鱼的 应该也有些淡水鱼的 好漂亮啊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看到那些水 你不要看这里 好像看到底 其实应该都有700米的 即是深度 又不是很深的地方 但是是很清 你看到水底的 桥旁边有很多小屋 看到那边有很多小屋 那我们稍后呢 都会去走一走旁边 不过就不方便拍别人的屋 一会儿你会看到 这里周围 看到有很多花花在这里 因为现在呢 其实属于春天 那我特意拍这些花 就给大家看了 其实不是只有花圆 是想告诉大家 有很多人来到英国 他在这个季节 他就开始好像 好像常常大伤风 那其实呢 你不是伤风 有时呢 会流眼水 鼻涕 早上晚上就不停滲 不舒服的感觉 其实呢 可能是花粉敏感 所以呢 你可以去跟你的GP 或者是去跟Pharmacist 讲一下你的症状 看看呢 他觉得你是不是花粉敏感 有些人呢 他们不知道 以为自己是伤风 不停买一些伤风药 指鼻水药 就指不了的 因为你是花粉敏感 可能在香港呢 我们很少会有花粉敏感 这件事 但是来到英国呢 是很普通的 你看看 普通一个家里 都已经是会有很多花花躁躁 所以 大家可以在这方面都留意一下 那我们现在呢 就去到 Sterling的一个很出名的 真是旅游景点 这个 是Sterling Castle Sterling城的城镇 其实它是围着 Sterling Castle 而慢慢兴建出来的 所以你会看到呢 其实它是 整个Sterling的中心 可以这样说 而Castle来说呢 除了爱丁堡 Edinburgh Castle之外 Sterling Castle 就是其中一个 最大 在苏格兰 一个非常之重要的Castle 属于一个很重要的文化遗产 通常你都会看到 那些Castle 都是在高地的了 Sterling Castle 其实它是在三个 比较斜的 那些 峭壁上面 所以如果你说 当时是 以战争来说 其实它也挺难攻的 如果你们来到 Sterling呢 绝对是值得去Sterling Castle 我们会进去逛逛 那我们将进去逛逛 那我们将进去逛逛 那顺带一提 如果已经在 苏格兰 下了脚的朋友们 那 记住去Sterling之前 记住帮小朋友 申请了那张 Young Scott Card 或者是那张NEC NEC NEC就是 Stand for National Entitlement Card 是的 这两张卡都可以的 你去到这些Castle 小朋友是可以免费入场的 那当然要带上 如果你不记得带 去到Castle 都是要付钱的 当然Castle 这里你都可以 跳望到 Sterling的整个外貌 但是我们现在呢 去完Castle之后呢 我们都开始肚饿了 我们就会向 市中心去进发 那你见到呢 Castle当然是在山上高 那我们 这样 弯弯曲曲地向下走 那说一下 Sterling的市中心 Sterling的市中心 都很旺的 而且呢 它有一些位置 是分了出来 是行人专用的 步行街 我就会这样形容 我们就来到这里 拍下一辆车 那你会见到 其实市中心 基本上 你在地图一看 都很清楚了 整个东西是橙色的 全部是保育的 那些屋子呢 一会儿 大家也可以欣赏一下 市中心的屋子 很有趣的 Sterling那些 保育的屋子 跟爱丁堡是不同的 爱丁堡 Princess Street那些屋子 是大大旧的 Sterling这些 就是小小间 每一间都好像有些特色 那这条呢 就是步行街 基本上没有车走的 走不了进来的 那你会见到有很多 小店 这些小店 就不像爱丁堡市中心 那些店铺 那些店铺 那些店铺比较大间 这些真的小小间小小间 你看这些屋子是否很有趣 历史的一种感觉 连窗门 它们都是 还保留以前的状态 有些做一些精品 有些做一些饰物 楼主最喜欢就是 每次去到哪里 他都一定要拍一拍 这些地产的价钱 其实现在都不需要拍的 因为大家如果想知道 Sterling的楼价 上网大家都很懂得找的 一看就知道 你会见到 这些暴行街 这些暴行街 楼主在拍的时候 我都很诧异 他那些窗都挺多 烂了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因为这附近 都有酒吧 我猜 为什么会这么多间店铺 都有玻璃爆的情况 其实可能晚上 有一些喝醉酒的人 他会拿东西去坑 或者去撞 西人这边 他们又不流行做窗花 通常都是这样一块大块 他们觉得这样是漂亮的 烂了便换过他 他们是这样的想法 刚刚我说过 Sterling 本身虽然人口只得四万多 但其实它是一个属于 苏格兰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城市 一个这么小的地方 人口又不多 但它都会有HSBC HSBC可能在南部有很多 但苏格兰来不是每个城镇 都一定有HSBC 它的屋子 感觉上 你没有什么看到 有些新的玻璃幕墙 屋子 你也感受到 它整个核心的城镇 政府有刻意去保留 以前的窗户 都没有改变过 有些城镇 除非很小 但如果你说像Sterling 这些大城市 其实不是那么多 一定会这样去保育 其实要有的 商店 民生要食物 银行 pharmacist 这些全部都有 但感觉和爱丁堡 是有些不同的 喜欢一些历史 除了爱丁堡之外 Sterling 也是一个值得去旅游的城市 基本上现在留住 用脚 已经走两大 是一个 Sterling主要核心的位置 地方 那如果你 譬如上YouTube 你打介绍Sterling的旅游 的节目的话 其实它也是走 现在走的这几条街 我发现 一看二手店 你就知道 可能这个是市中心 可能其他再 远一点的 不是核心的二手店 可能价钱便宜 但是这里的二手店 那些东西真的不便宜 连锁店 餐饮 那些 其实价钱差不多 整个城镇 基本上我市中心 已经是 走了整个圈 你看到那些屋 那些屋 那些屋前面 欄杆 那些东西 还是以前旧式的 全部都没拆 在市中心 都会见到 有很多 一些卖旅游 精品 纪念品 的地方 因为 其实Sterling 都属于是一个 旅游的城市 Sterling 还有一样 很出名的 当然它有很多 很出名的东西 就是酒庄 它其实 如果你苏格兰威士忌 酒厂来说 我不记得是七大 还是八大 在它的市里面 是有一个 很出名的 酒厂 就在一条 我叫混河 因为那条河 都挺大的 而且那条河 很漂亮的 它是看着那条河 的一个酒厂 所以如果有人 喜欢去威士忌酒厂 那Sterling 这个镇 其实都值得 停一停 然后顺便去酒厂 你看到那些屋 很有趣 很多湖位 这个是一个它的特色 很多 圆圆的 糊的 的位置 刚刚说过 Sterling 其实我们都在这里 碰到香港人 所以我相信 其实有一些香港人 除了说 亲戚朋友 在这里落了一脚 所以他们会过来之外 我想他们也是喜欢的 那我们呢 就会在镇中心里吃东西 吃完东西之后 我们就会再去 行下其他Sterling 我们想去的地方 因为我们今晚 要去外面住宿 所以呢 其实我们在Sterling 不可以逗留太久 因为我们要 去住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这里 就会去另外一个 我们想去看的 一个叫做 The National Wallens Monument 即是一个纪念碑 但这个纪念碑 都算大的 这个位置 因为Sterling 其实不是很大的城市 拿来拿去 其实大家 比如你去到 这个Monument 那里 你就会看到 对面的Castle 如果你在Castle 你又可以看到 这个Monument 大家都 不是很远的地方 我们已经来到这里了 你看到这些Sterling 你就知道 这个又是旅游景点 顺带一提 如果喜欢行山的朋友 这个旅游位置 其实很适合大家 在这里 开始走上去 看到这个牌 蓝色在下面 现在我们已经走到 红色的山顶了 你看到它有几条路线 最短的路线 其实可能是四十多分钟 就已经走到上来 有些路线 你可能走过几两个钟 慢慢走 我意思 如果你真的进去参观 它里面是有很多 历史讲解 你会看到有辆车在那里 它有辆 我不知道是不是免费的 是有辆Sterling Bus 在山脚下面送你上来 其实不是走很久 四十多分钟 五十多分钟 就是你慢慢走 环境旁边是很舒服的 我们来的时候 还有些学生是来旅行的 中学生来的 都挺乖的 看他们的样子 那这个牌呢 是什么呢 它这里上高 有一个海拔 不同 你这里一路看出去 会看到很多的山丫 山脈 它就会告诉你 对面这个山脈 是几高 你看到这个 它是有海拔几高 海拔有三千多高 这个就是整个Sterling 看到那些屋 是不是很漂亮 你只可以看到那些 那些 花园有多大 我们在上高看了很久 哇 中间的位置 那间屋 哇 后面的花园 好像一个足球场 那样大 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整个Sterling下面的屋裙 都看得很清楚 那为什么说 怎样都要来这个纪念碑来看呢 因为其实它也算是一个地标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遗产 这个里面 你买飞进去 它主要会跟你说一下 在Sterling发生的战争里面的历史 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个石塔 是纪念威廉华勒斯和他那个剑和战争里面会讲解这些东西 所以如果你对这些有兴趣的 不妨可以买飞进去看 那离开了这个纪念塔之后 那我们就要离开Sterling了 因为我们要赶着去 我们今晚住宿的地方 希望大家喜欢 今次带大家来Sterling这个城镇 走一下游览一下 有机会 如果大家都喜欢旅行的 都很值得来这个苏格兰 这个那么漂亮 又那么有特色的城镇 来旅游一下 多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启点赞 字幕是'们 这部分 是 字幕是写的